中文字幕 李宗盛 為何叫我這麼sporty 我們今天行山 當然不是啦 每個人都行山 難道每個人都想行山嗎 今天帶你重遊舊地 我們去加盜李農場 你去看豬嗎?你就是豬 今天你才是豬 我們這裡除了看動物之外 其實還可以行山的 走吧 弟弟 入場前是否要付入場費 那當然啦 不過最近農場就推出了一個名為 大自然之有的全年會員計劃 收費詳情如下 其實 加盜李農場有分上山區和下山區 如果不想徒步上去那麼累 可以選擇搭Sutterbus 快速游一轉山上的景點 時間表和收費如下 唉 我們這麼懶 當然是坐著上山 樓山好像沒那麼辛苦 上到上山區的第一站 就是去這個加盜李兄弟紀念亭 這個亭建於1997年 以紀念本院創辦人 賀里士雀士和羅蘭士雲雀 更加用了雙頂設計 象徵兩兄弟之間的深厚情義 而且由這個位置更加可以 撫陷到整個農場 和新界的西北部 我們下一站又去哪 一於去觀音山 觀音山上面除了有美景 更加擺放著一個觀音銅像 每逢觀音彈的時候 都很多人參拜 而且在這裏欣賞風景 絕對是無敵 記住不要錯過山上的內外圈小徑 沿著山路一直落 很快就會見到一個巨型指示牌 它的特別之處在於 標示世界各地城市的方向 이제的方向 你為甚麼不想回家下山 那你就覺得不能遠遠 既然讓我們去腳踝 從東北中 走來 watt 很累 哎呀 怎麼行你那麼快 Smoke ta car 竟然說出一堆物理 快點 在等你 Doesn't so 那個 applicants 這後い schon 但是在な 對方才可以 上山區還有不少拍照 實際上 大家有氣有力有時間的話 不妨慢慢走 如剛開花櫃就更加正了 可以拍到芒草、銀行、中花櫻桃等等的花 嘩 誰現在這個時候打來 喂? 沒空了 正在攀山了 現在回公司 終於到六度下山了 由上山區慢慢走下來大概要一個多小時 沿途都有不少美景 保證不會走到悶 不過大家下車的時候就要小心點 下山區第一站不如去看蘭花 而且這裡除了有種植蘭花的溫室之外 更加有其他種在戶外 在蘭花季節來應該都挺漂亮 其實在家道理農場這裡 有兩個位置可以喝到過濾過的溪水 一個是在入口署 而另一部就是我身處這裡的蘭花園 好多 姐姐 交給你喝一下 好 嘩 好清甜 姐姐你確定你喝了? 試試試 你再喝一口吧 如何 竟然有個全部都是貓頭鷹的區 好可愛 姐姐姐姐你冷靜點吧 嚇倒他們 除了艾先生晚琴狐理中心之外 還有其他雀鳥的區域 例如 有得看鷹的曼琴之家 還有好吵很多鷹鷹的鷹鷹狐理中心 沿著山路繼續向下走 就會到達兩棲和爬行動物屋 有蛇呀 龜呀 壁虎等等 兩棲爬行動物體 你看一下姐姐呀 扮了鎮定感 其實除了雀鳥之外 還有其他不同的展館可以參觀 例如 淡水生物館 昆蟲館 連鱷魚也有得看 不過呢 姐姐說好怕她不去看 生人不生膽 有個試食物如生命的姐姐 最下一站 當然又是吃東西 什麼呢 這裡的餐廳 素食為主 很健康的 你吃什麼呢 好啦好啦好啦 吃啦吃啦 吃飽飽 沒多久 你不是說減肥嗎 你現在吃什麼 好吃 一盒是我覺得 我沒有吃兩盒 兩盒都吃完 你看看 你看看 雲尼拉是有朱古力的汁 她說她沒有吃過 但她說謊 好熱呀 今天 我們已經走了一萬步 你可以喝水 熱不是一個 熱不是藉口 除了可以遊走上下山區 感受大自然之外 最近圓方也舉辦了一個名為 心間細作種子傳播者特戰 對種子相關知識 和保育有興趣的朋友要留意啦 哈哈 我們原來今天的龍場 當然不是啦 看著那個時間 未夠時間吃飯 帶你去那個地方 去天路販物盤 好無聊 當然不會啦 適合你打卡拍照 我穿到這樣 才要拍照 我不管啦 錢又照收 照片又照拍 Go 喂 香港鐵路販物館位於大埔區市中心 是1913年興建的 舊大埔區火車站原址改建而成 而上述的火車站 在1984年被列為法定估值 經過修復和重新佈置之後 就在1985年開放給市民參觀 鐵路販物館仍然保留著火車站估值 以前的鐵路設備 以及歷史圖片等等的文物 而且還有幾個歷史車卡 例如蒸汽火車頭 柴油電動機車等 我都說適合你了 對不對 而這輛舊式列車 是可以走上去的 既然姐姐那麼喜歡拍照 就當我陪陪她 好… 北人呢? 我也是 好… 哈哈哈哈 糟了我教不出啦 我不願意猜你的影片 不願意出啦 不准备的 玩完沒就吃雞煲快點 下班嗎? 快點 你走嗎? 你的東西在那裡 你先收拾東西嗎? 今天走了這麼多路 當然要吃好東西獎勵自己 那我們吃什麼? 雞煲 Yeah 終於來到我最期待的環節了 想到你啦 就是吃東西 所以我今天就要做一間雞煲 來帶你吃 除了有雞煲 還有配料和小吃 等等等等 我們吃東西好嗎? 好了好了 大家想看有什麼吃就看下去吧 我都餓了 我去吃雞肥 這間雞煲的裝修非常有趣 充滿著懷舊的味道 哇 好豐富啊 就是知道姐姐你大吃 所以就要多點 還有又怎麼燒得有炸魚皮和香菱呢 除了火鍋配料之外 還有其他小吃 包括 酥炸墨魚嘴 麻辣豬大腸 連炸軟殼蟹都有 喂 不要說那麼多了 真的超級勁爆 好餓啊 好啦好啦 那起發啦起發啦 Yeah 太好了 了解